是說,你們需要的 因為主要行業比我發現也蠻特別的 但最多我發現還是金融業會是最多的 因為現在Fintech的關係 所有東西都電子化、數位化了 所以像金融業的衝擊還蠻大的 以前金融分析師其實他不需要城市的底子 而且學校基本上也沒有特別教城市設計 但是現在因為這樣關於Fintech 而且金管會強烈要求,你一定要數位化 那變成說,所有的金融的相關從業 你不會這些方法,真的是很難找下班 即便可以找下班,你每天也都是累的辦事 為什麼?因為你就要面對這麼多的數據 那這麼多的數據,你沒有好的方法 說真的,你簡直是累的辦事,還是做不完 但是如果你會寫程式,差異太大 很多事情你只要解決一次 之後再也就是一勞永逸 所以目前來看,真的你要一勞永逸 還非得要會寫程式不可 另外的話,因為這樣趨勢下來 像教育部1080課綱 就是直接把程式設計 列為是高中必修 中學必修的課程 當然至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是不是真的有因應,不知道 可是這樣下去,還有現在連大學也是一樣 教育部強力要求各大學一定要必修程式設計 不管是不是資訊相關科系的 所以像現在我在台師大上課 然後學生目前的那個 就是比例上大概已經快55%了 也就是說呢 大學生裡面有修過程式設計的學生 大概就是55% 但是目標是希望達到100% 55%到100% 其實那裡還是有一點 可是可想而知 以後的大學畢業生 不管是哪個科系 他一定會成事 因為他沒有成事不能畢業 這個會變成必修的學程 OK 所以可想而知 這個應該已經沒辦法走回頭路了 因為再來一看 現在的話最夯的東西 台灣最賺錢的產業 其實基本上跟這些東西 脫離不了關係 那再來看一下 這個電腦的程度部分的話 其實我最不想看到的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說比例上面 其實是非常 各佔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這一般看起來 進階的44.4% 四個 然後入門的話三個 進階的話兩個 所以看起來好像 進階的稍微佔多一點點 所以這樣好了 我們基本上 我假設我就把它各位當成是 有一點點進階的基礎 然後來上課 如果你是挑這個的話 那沒關係 我會把影片錄下來 你回去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所以你選這個的話 你必須要多花時間 但是如果你選這個的話 因為我還有其他題目 然後你在做練習 甚至就是說 我可能還沒講到 沒關係 先做做看 你想想看 因為其實基本上 前面的部分 我大概會解決問題的話 思考 他會先從函數 看Excel裡面有哪些函數 你可以用高階一點的 沒關係 因為低階也可以說 高階能不能做到 可以的話你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 因為函數並且有個缺點 就是你做一次 下一次還要再做 公式下一次 還是要再做 而且公式有個缺點 就是他只有一行 也就是說 你要在一行裡面 解決所有問題的話 真的有點不人道 當然簡單的問題還可以 複雜的問題 你要在一行解決的話 那真的是太困難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可能會延伸兩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完全不會寫程式的話 Excel我覺得他友善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用錄字的 不會寫沒關係 可以錄 那錄字句集是什麼 就是你不會寫的程式 他會自己幫你寫出來 這一點我覺得就已經很厲害 因為其他原面的東西 叫錄字句集 就是白話意思說 幫你寫程式 那怎麼幫你寫 就是你只要滑鼠鍵盤 點過的地方 點過的那個動作 他就會自動幫你 把那個對應的程式 幫你變出來 但是前提你要知道 變出來之後放哪裡 那你要懂得去 拿那個變出來程式 在哪裡應用 所以必須還是要懂VBA 為什麼 因為其實那個錄字的聚集 他的程式其實就是VBA 那差別在哪裡 一個是Excel幫你寫的 一個是自己寫的 所以最好是這樣 因為初期就是 不會寫的地方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的 但是如果你要能夠更有彈性 那還是勢必要了解VBA的運作流程 那當然VBA就程式 其實有一點難度 那一定不可免的 那最難的地方 其實不是說程式很多 是說一個字都不能寫錯 雖然字數不多 但是你只要一個字打錯 哪怕是拼錯字都不行 所以怎麼辦呢 還是要熟練 所以盡可能的自己動手打打程式 如果不會也沒關係 因為雲端上面 我講雲端白板上面 已經有打好的程式 如果你實在是比較跟不上 比如說你是選入門的話 那你就是用先會C、C、C、V 你可以貼上可以執行看看 可以RUN了對不對 你把程式再刪掉 重新再來過 那如果不會的地方 你再用複製貼過來看看 比對一下 哪邊不OK 也不用學得那麼累 反正你就是用很輕鬆的方式 我是覺得程式 我發現很多人想到程式 就覺得壓力很大 不用啦 反正不會沒關係 找對的來比對一下 看看哪裡出錯不就好了 對喔 切氣喔 不要亂改 因為之前有同學 一直改一直改 改到最後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已經慌亂了 我是建議啦 找對的答案就好了 你千萬不要一直在那邊亂試 因為你再怎麼試 也不可能會正確 錯了還是錯了嘛 而且錯了只會更 錯得更嚴重 OK 還有呢 規則就是規則 很多時候同學說 是為什麼這樣 這不是我訂的啊 這是比爾蓋茲訂的嘛 他訂好就這樣 你就照著比爾蓋茲的規則 你就照著他的方式 去把程式打出來就好了 所以有些是規則 規則就是什麼 就是要必須要記起來的 OK 這是無法改變的 你就是按照他的規則 那慢慢你就知道說 怎麼去寫這個VBA程式 大概是這樣 那函數大概有幾個啦 其實喔 根據官方說法是250幾個 所以理論上是這一個 所以大部分 三分之一的人答對 另外三分之一是猜100到200個 這應該是猜的吧 然後還有同學是猜的嗎 猜50個到100個 不清楚 直接說不清楚 還有超過 那理論上未來有沒有可能超過 有可能啦 不過可能就是新的版本吧 比如說 E-Sale裡面可能有 222019 Office 365 然後可能還有新版 它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可是目前好像還沒有超過300個 OK 那希望哪部分為主 我發現最多人選的就是這個 VBA表單設計 這個表單設計 我們OK 知道 那表單設計基本上也是VBA一部分 它可以做一個介面 你可以輸入資料 然後可以把資料填到E-Sale裡面 那就是把E-Sale當資料庫啦 不過其實E-Sale本身設計就是希望 讓你拿來當資料庫的 是一個類資料庫 OK 那為什麼效果這麼好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把那個資料庫很複雜的東西 通通把它去掉了 比如說 資料庫你剛開始 一定要先定義欄位的形態 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A欄 要放什麼類的資料 你如果定義好數字 你就不能放文字囉 OK 而且以前還有很嚴格 數字 比如說最多到256 你超過256也錯了 反正你就是 那為什麼這麼死 主要是因為以前的 記憶體空間 還有那個儲存空間很小 但是現在根本沒這個問題了 以前它什麼 藍位名稱 以前藍位名稱要定義 而且早期資料庫還不支援中文的 我們還要用那個英文名稱 還要想那個藍位要叫什麼名稱 然後怎麼定義藍位的形態 那Exail根本不用 你會幫你打開試算表 它就自動幫你命名了 A欄就是 有沒有 以後叫A欄 B欄 C欄 D欄 E欄 一直往右 然後列的話呢 自動幫你顯示出來的 2003以前是最多列數到65000多比 新的話就是10485000 就104萬多比 所以最多比數一個工作表呢 最多就是104萬筆資料 超過很抱歉 你可能要換下一個 不過100多萬夠不夠呢 這也夠了啦 說真的一般人用 那如果你覺得100萬筆以上 那不然你用資料庫 這個時候你在用資料庫也OK 那其他哪些代表 聚集錄製 這個聚集錄製也是一個主軸 不過跟各位講 錄製其實還蠻沒有什麼彈性的 所以我會教各位聚集錄製的要點 那之後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試著錄錄看 然後再去修改 而且你要了解 你錄的每一個動作 它所產生的程式是什麼 其實你點一下滑鼠 它就幫你產生一行程式 按個按鍵 它又幫你產生一行程式 那每一個每一個都會 所以也就是說呢 你只要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通通都可以程式化 OK 所以哦 你每天做的事情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變成程式 那再來還有哪一些大家比較有信 字靈函數這個也是重點 其他還有哪一些 再來大家有些同學 對這後面東西比較有興趣 不過我瓜尾有個進階班 因為理論上這些我會把它定義在 第二個階段 進階的部分 當然如果說比較多同學有興趣 也許我們可以再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再把它加一點進來 OK VPA 資料庫連結 這個其實也不難啦 但是會需要用到一個物件 ADO 直接就可以連了 資料可以把它寫進去 所以可以把它再讀回來 反正就是可以雙向的 主要就是對應到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假如說多人使用資料的時候 那我做我的你做你的 最後要同步很麻煩嘛 所以理論上 會在這個網路上增加一個資料庫 反正我們同步都寫到那邊去 那我讀資料的話 我也同步從那邊讀 那這樣的話變成說 大家的資料都以置信了 不會說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那最後如果要合併在意什麼合併 再交給某一個Leader 那由他合併 那這很麻 這不是OK的方法 或許這個方法是比較常見的 OK 其他還有這些 大家知道一下 那為什麼來上這個課 最多人還是因為工作上的需要 另外還有蠻大一部分都是興趣 這個網路網站 有三分之一是同事或朋友推薦 我發現這個比例還蠻高 之前有一個班也是一樣 很多都是因為學了之後發現有用到 OK 好 那這個是問卷的結果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一個學習狀況 接下來的話我大概說明一下我們這個課程的設計 大概主要內容 第一個就是課程名稱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我會分成五大類 那當然Excel裡面的函數不只這五大類 可能有人分九大類 不過發現最常用大概就是這五大類 如果你這五類會的話 其他大概就差不多方法 因為函數其實基本上不是要你去死倍 而是要理解、了解它的使用函數邏輯 也就是說你一個會用 其他大概就會用 最重要是你要看懂說 到底裡面有哪一些它提供的訊息 那你該提供給它什麼樣的資料 那最重要是它那個什麼 資料型態 比如說它要數字 你就要給數字 它要文字 你就要給文字 你不能說給錯誤的型態資料 那它就會沒辦法完成你要的需求 另外還有一些 它要的是範圍、range 比如說它要的是很多個 其實一般叫正列 那你就不能給單一資料 它就沒辦法 所以你要能夠看懂 它到底要跟你要什麼資料 那它最後一個return 它會返還一個答案給你 那就告訴你說 這個做完的結果是什麼 這樣就OK了 比如說常用的像什麼 像conive好了 比如說我想要比對兩個資料 是不是有沒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你用conive conive就兩個參數 第一個就範圍 第二個就是你要比什麼 然後你很快比出來 兩個範圍 新舊版本到底差在哪裡 馬上就知道了 OK 千萬不要用眼睛比對 我發現很多人還在那邊 新舊版本怎麼比 一個舊的印出來 新的印出來 然後用眼睛看 這個有沒有增加 這個有沒有增加 最後 它剛剛費時間了吧 而且還容易比對錯誤 但是如果你會用conive 馬上就知道哪邊不一樣 所以後面的話 我分成五個類別 第一個類別 文字與資料 今天會先開始 然後邏輯 日期、時間、數學跟三角 或者數學跟統計 然後檢視與參照 這個跟查詢有關係 像V的函數 然後大概的目標大概是這些 其實我的想法是 因為開這個課程 最早也是因應大家的學習需求 就是可以上課 就是工作效率提高之後 就不用加班 不過我發現很多人看到 不用加班 整個就覺得這個課程一定要上 那你不用加班之外呢 工作會更愜意 什麼叫愜意 因為你事情都早就做完了嘛 OK 你就可以慢慢地晃啊晃啊晃啊晃 OK 人家覺得奇怪 你每天都要晃 那你事情到來 結果也做完了 這才是奇怪 就覺得不能理解 原來 這個主要還是學習 怎麼樣 專業技能會還是有差 那另外的話 因為專業技能提升之外 當然你相對升遷的機會也越高 因為現在 當然我們要升遷 最好是他有某方面的專業技能 像程式好像慢慢大家都需要 如果你是一個領導 結果底下人都會 結果你都不會 當然你會說不過去嘛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未來畢業生 每個人都會寫程式 但是呢 你是一個主管 結果呢 你沒辦法知道說 他們到底幹什麼 當然就會有個問題 OK 另外的話 轉職的籌碼 因為未來 常常有同學是因為 學了某個程度之後 他發現 工作太輕鬆 每天早就做完了 所以他會想說 是不是可以 換個更好的工作 那薪資更好 當然也可以再有更好的 所以是正向的循環 目標的話 大概就是說 你能夠熟悉內建的至少250幾個 用理解代替死倍 再來的話 進階到VPA設計 因為呢 很多功能在內建的函數裡面沒有 那我們自己寫 怎麼寫 其實VPA總共有兩種型態 一個叫SUB 一個叫Function SUB的話 大家要知道就好 SUB就是將來會對應到按鈕 也就是說 你這個SUB 你將來可以把它創出 SUB 創出那個按鈕 當你按下那個按鈕 他就會執行那個SUB 有沒有按下去 自動全部把它完成 那Function的話呢 跟內建的函數比較接近 就是說呢 你必須要跟他要資料 然後你必須什麼 把結果再吐回去 放在那個儲存格裡面 叫Function 然後後面還會學錄製劇 這個一定會 然後編輯VPA等等的 然後另外的話呢 VPA 我理論的部分 我特別跟各位講 就是說 我會先教你怎麼做 再告訴你為什麼 我發現這樣的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我先告訴你為什麼 你還沒開始做 我發現你會覺得很抽象 所以我們一邊做一邊講為什麼 你可能會比較能夠理解 裡面的話會交到有關變數 回圈啊 邏輯判斷 尤其是回圈 回圈我覺得 就是城市裡面最重要 就是 只要你要重複做 反復做 做一千萬次 他都會很任勞任意的做完 這就回圈厲害的地方 而且你會發現電腦的優點 不用睡覺 你開著就好了 有沒有 你時間到自己做 這他也不會 而且喔 做又快又精確 又不埋怨 那當然你要善加利用他的功能 明明他有這麼強的功能 你卻不會用 那不是很可惜嗎 另外回圈裡面還可以再加 這個邏輯判斷 邏輯在裡面 其他還有像設計表單 還有把以色彰資料庫 另外當然還可以配合 所謂的網路爬蟲 那爬蟲部分的話 當然喔 不像一般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爬蟲 網路資料爬取下來 現在很多是用Python 不過其實VBA本身也不黃多 很多功能其實不會輸給Python 因為其實Python跟VBA 我兩個都有交 OK 所以比較在發現 其實沒有比較差耶 那為什麼 如果這邊可以用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再另外捨盡求援 拿另外的工具 得到的結果再丟回來 沒有必要 這樣一個用到底可不可以 但是兩者有各自優缺點 這是絕對的 所以喔 後面其實延伸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比較一下這兩者 那我目前的使用方式是結長補短 反正哪個有長處就用哪一個 OK 而不是說互相取代 像我的資料很容易找到 你Google吳老師 就是第一個吧 還是第二個就是我的部落格 因為部落格上面太多文章了 另外還有我的教學頻道 我頻道上面的話 目前大概有兩萬個影片 太多 因為我從大概二十幾年前就開始上課錄影 那我以前就很習慣就是 把錄影的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網路上假設 你有一些我們範例檔沒有的答案 對不對 很簡單 你把那個關鍵字打在那上面 我跟你講 一堆啦 你就慢慢看好了 絕對都有答案 因為每個都講過 而且應該都會再講一遍 像我這邊 東武這邊開課 就至少開了四十幾期了吧 也就是四十幾期 有四十幾個版本的那個 上課的教學影片 那你就是YouTube上面搜一下 一堆 甚至的話還有其他的 我都沒講到 沒關係你們自己再去找找看 那這是我的相關簡歷 因為我最早也是開始是陳設計師 然後慢慢創業 然後得了一些獎項 所以現在的話 慢慢退到幕後了 所以花比較多時間 我發現可以貢獻一些自己的經驗分享 所以就慢慢的開始教學 那剛開始會教這個課程滿特別 因為早期會寫部落格 會錄影片放在網路上面 像我們推廣部這邊 其實也是因為這樣關係找到我 然後問我有沒有興趣來開課 我想說不錯啊 然後來試試看 一開就開了十幾年了 像台師大也是一樣 他們會找我 因為那裡是我的母校 裡面有個老師 他覺得我看到我的東西還蠻OK的 於是他就發Mail問我 問我有沒有興趣到那邊上課 然後想說不錯 回去可以貢獻母校 又可以跟學弟妹分享 於是我就回去開了 也是一樣的VBA課程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YouTube上面 看到最近的我在台師大上課 上面也有影片 只是說因為對象不一樣 所以因為對象不一樣 所以講的那個內容、深淺 還有速度快慢會不一樣 不過很多範例是差不多的 但是只是說可能 這個我想你們有興趣可以再看一下 那一些獎項 這個就是錦上天 我的證照大概也超過30張 所以其實證照也是 算是錦上天 練功的啦 打怪嘛 反正為了要證明自己的程度 可以去考一下證照 另外參考書目 這一本書裡面 有一個假設函數部分 你可以參考這一本 468個範例 針對所有的範例 所有函數去用範例的形式 它會有一些答案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這一本書的缺點是沒有VBA 我覺得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簡單的事情可以用函數 但是有一些問題如果太複雜 我還是建議乾脆寫VBA算 為什麼 因為 你要用函數來解決太困難了 其他還有就是說 簡單一點的VBA的書籍 像這一本 這個日本人寫的 這個是大陸人寫的 其實 他們的標題都蠻好的 超圖寫 讓你感覺很簡單 一點都不難 一鍵搞定所有報表 其實題目都還蠻好的 但是很多人買回去看了之後 發現一點都不難 為什麼 因為都看懂了 每個字都知道 但是自己寫呢 卻發現到寫還會錯 而且亂不出來 可是他後來發現 來上課好像比較值得 因為他說上一次課就知道 原來是這樣子做 所以我會把重點放在就是 教你怎麼做的步驟 你就這樣做就好了 最簡單的方法 你也不要浪費時間 說真的因為大家時間都很寶貴 所以我就直接告訴你 哪些是最重要的 該學 哪些比較不重要的 我暫時不會講 因為我知道你們的腦袋空間 是很寶貴的 所以暫時不知道 沒關係 那我就不用講 那一般的書籍是這樣 我發現他全講 但是裡面有80%的內容 其實你們暫時不知道都沒關係 但是他全部寫了 所以你怎麼辦 從頭看到我之後 你反而會覺得 這是到底什麼東西啊 天書一樣 所以 那我的角色就是幫你挑選 哪些是你需要知道的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帶一個案例 所以待會請各位呢 幫我下載那個範例檔之後 並且開啟第一個檔案 第一個檔案 就文字與字號函數裡面的 文字與字號函數這個範例 那另外相關的參考資料 還是要把它啟動編輯 相關的參考資料 請各位到那個雲端上面 上面一樣有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 他會有答案 答案就在這裡 比如說我們會用到REPT函數 公式就在這裡 LEN、MID等等 另外的話呢 比如說我要做出 像那個什麼 手機號碼 比如這一題的話 其實就是打開之後 那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把這三個的資料 串成一個標準的手機號碼 那我們會需要至少三個東西 AND、REPT加上LEPT 當然不一定是REPT加上LEPT 你可以用別的函數 那怎麼做 請各位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幫我開啟第一個範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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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